12月27日 NBA常规赛继续开打 对篮网而言 他们推迟了三场比赛 再次完美回归 但哈登仍将以干涸身份战胜胡仁和詹姆斯 威少 更加让人宽慰的是 那个哈登回来了 不仅能得分 还能组织进攻 关键时刻也毫不手软 以次极高的空中接力 帮助篮网锁定胜局 最好的哈登回归了 这并不足以让篮网球迷激动 另外有个非常好的消息 欧文终于回来了 车队的管理人员决定让欧文去课场比赛 一方面提高球队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可以让哈登杜兰特得到休息 三大联盟 就是篮网的夺冠模式 冠军杯稳定 哈登重回巅峰 欧文挟阿杜归来 苏群 只有一方 无论是上赛季 还是本赛季 篮网都想要赢得总冠军 哈登必须重回巅峰 很明显 上赛季刚刚打进篮网的哈登 以及季后赛首轮对阵绿队的哈登 效率比杜兰特要高 但 在季后赛第二轮遭遇严重的击剑拉伤 最后回归的两场比赛 也全都是拉胯状态 就在大家对哈登新赛季的表现 满怀期待的时候 又泼了一盆冷水 这次进攻失败 防守不行 只剩下传球 于是 各种各样的质疑和骂骂声起来 一时间哈登就像个罪人 然而 这次隔离让哈登重新获得了新生 对阵胡人对时 疯狂砍下36分时篮板 使助攻三盖帽 在比赛过程中 哈登又回到了他的巅峰 就这样 在这场比赛中 一只脚踏进了决赛之门 纳摩 又一只篮脚依赖于谁进入总决赛 这是超级后卫凯里·欧文 这个赛季篮网的防守效率高达联盟第五 但进攻效率却是第十二 去年篮网进攻效率排名第一 为什么差距那么大 欧文扮演的角色显而易见 风线上 欧文是个大师级球员 有很多有想象力的进球 只有他能做到 欧文为何能回归 他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根据美媒的说法 杜兰特是篮网队和欧文之间的传话者 如果没有欧文的话 这个赛季我们将无法见到他 现在欧文将会回归 球队的进攻将会提高到联盟前五名 针对哈登的状态 欧文即将回归 国内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这样说 篮网是东部第一强 三巨头保持健康 绝对是东部夺冠的最大热门 可是 谁是篮网的对手 老师苏群以为是熊鹿队 这只未免冠军经历了季后赛 总决赛的洗礼 球星和球员都比较有经验 何况字母哥还是联盟中 数一数二的超级巨星 那牛队和热祸都有机会 是的 但是没有篮网和熊鹿的机会更大 就现在的现实情况来说 篮网今年夺冠的希望很大 冠军是否稳定 只要三巨头身体健康 就基本稳定了 我们还是不确定的 公路队的未免冠军 很难阻止篮网保持健康 如果欧文没有受伤的话 东部半决赛将会是一场 非常艰难的比赛 同时 除了三巨头 本赛季的篮网 还有马次的玄名二老 米尔斯和阿尔德里奇 他们两个老队员 在常规赛都很耀眼 但是我们都很清楚 他们到了季后赛并没有得到解决 阿德里奇的绝命中投 米尔斯巨大的心脏三分 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现在有个问题 如果三巨头没有拿到冠军 名下可能会解散